歐洲是如何被美國綁架的 歐洲基本上是這樣啦 因為坦白說 法國打了二戰打了40天就輸了嘛 那歐洲大陸德國主導局面 後來德國戰敗 義大利也戰敗 所以美國就順以成章 在解放了歐洲之後 就在德國還有義大利設軍事基地 那後來呢 因為跟蘇聯對抗 所以很多歐洲國家都 被美國安裝了核武基地 那都是美國控制的 支點心理亮哥 能否請你從歷史的角度解讀一下 歐洲是如何被美國綁架的 歐洲基本上是這樣啦 因為坦白說 法國打了二戰打了40天就輸了嘛 那歐洲大陸德國主導局面 後來德國戰敗 義大利也戰敗嘛 所以美國就順以成章 在解放了歐洲之後 就在德國還有義大利設軍事基地 所以德國跟義大利 美軍都有相當的駐軍啊 那義大利是最明顯 義大利 義大利在戰後本來 義大利共產黨有機會執政 那結果美國的CIA介入 那協助右翼政黨 鎮壓了義大利共產黨 這鎮壓了這個 比較激進的工人啊 這個歷史都有記錄的啊 因為我是專門研究 政黨與選舉的啊 所以我對各國的政治還有一點了解 義大利的共產黨 二戰之後就是被 美國CIA介入 然後把它鎮壓下去了 可是它實在力量太大了 義大利共產黨 如果沒有美國的介入 我認為已經執政了 而且搞不好會變成共產國家 義大利是有可能的 因為南部義大利 這個 相當的窮啦 那戰後狀況很多 那可是美國介入啊 那後來美國就開始推動馬歇爾計畫 那基本上就 這個讓各國 整個歐洲 歐洲至少在1999年產生歐元之前 就被美元綁定了嘛 所以你從這裡角度看嘛 德國 是全世界最大的美軍基地 美軍在德國高達三萬六千人 義大利 義大利共產黨經過 美國的侵襲啊 把激進派 鎮壓了 所以在戰後基本上 就是義大利跟德國基本上是被美國控制的 那有一些國家是非常親美的啦 比如說北歐 歐洲還有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這些國家 那法國當然比較特立獨行啊 可是坦白講啊 因為法國 二戰那種表現啊 那也很難得到歐洲各國的尊重啊 因為他只打了40天就 就投降啦 所以美國當然就在戰後很自然的 透過馬歇爾計畫 透過美元啊 透過軍事基地的支配啦 那後來呢 因為跟蘇聯對抗嘛 所以很多歐洲國家都 被美國安裝的核武基地 那都是美國控制的啊 那個 歐洲裝有核武的國家啊 就是我們廣義講的 歐洲的核子保護傘 製造就是美國裝的啊 就除了法國之外 還有英國 他們自己發展核武 其他國家都是美國裝的啦 都是美國操作的啦 這個包括荷蘭 比利時 義大利 土耳其 那基本上都是美國在這邊裝核彈 所以 當然就是被美國控制啦 Regret Pay 俄羅斯最近有四艘軍艦訪問古巴 其中有一艘是動力核潛艦 請問亮哥 這是對美國同意烏克蘭 可以使用他們提供的武器的 俄羅斯本土的警告 或有其他意義 感謝回答 當然是對美國允許的 烏克蘭使用武器的警告啦 而且我認為 俄羅斯就直接幹啦 俄羅斯的習慣就是這樣 簡單粗暴 直接出手 那古巴有出來緩夾啦 說俄羅斯進來的核動力潛艦 沒有攜帶核彈頭啦 這古巴講的 坦白講我不相信啦 我不認為俄羅斯 到古巴 委內瑞拉這一帶做演習 會特別的把核彈頭給拆掉 我認為這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就是直接 就是對幹啦 就俄羅斯就來啦 那可是軍演還是會劃定範圍啦 那這個訊息 美國有沒有讀到 我認為有 所以 美國對於烏克蘭使用俄羅斯武器 還是有一些規範的啦 比如說 目前已經傳出來了 美國說 你可以打俄羅斯境內 可是你不可以打莫斯科 所以我們還是看到 美國有一些相應的動作出來了 大概是這樣 我們得到